这样到底合不合理呢 投保了这么久 但是理赔却只有一年的时间 在宜兰有一个卢小姐 女儿呢是患有了这急性的神经炎 在五岁的时候就帮她投保了一个医疗险 一直到十六岁她发病住院 但保险公司却在第三百六十五天告知 不能够再理赔 现在卢小姐就控诉 缴了十几年的保费 却只理赔一年 这样子合理吗 妈妈 用尽全身力气才能稍微用气音表达想说的话 三年前发病后除了身带受损 手脚没力气 到哪都要母亲扶着抱着才能行走 女儿从小患有急性神经炎 五岁就投保人寿险 附加医疗险 每个月两千六百元 一直到十六岁发病住院 医疗理赔一天一千元 却在住院第三百六十五天 被保险公司告知不能再理赔 不理就是你要另外一种赔 因为你如果这种赔继续赔 就是没可以这样 你现在退掉 你女儿子也幸福兵 你还有一个周转金可以用 保险公司半哄半骗 让卢小姐干脆退保 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理由 找上消保官协调 保险公司才坦诚舒适 98年3月住院到隔年2月 一共332天 第二次住院期间27天 但之间超过14天才在住院 立赔时间应该要重新计算 你两点希望就没有 我女儿子 我把我这个险有用吗 女儿小学时参加歌唱比赛 得到全校第二名 这段影片母亲每个一次就掉泪 原本希望女儿当歌手的心愿 现在只能永远留在心里 选选何坤吴玉轩台笔采访报道